我是与你同行的以利亚 真高兴我们又再次在空中相会了 亲爱的朋友啊 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 如有神助 如有神助 意思就是说 做事情非常的顺利 非常的成功 仿佛有神明的帮助 亲爱的朋友啊 古人的智慧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想要顺利 如果我们想要成功的话 我们就需要神明的帮助 人靠自己是不能的 人是需要神明的帮助 亲爱的朋友啊 那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如有神助 不但是如有神助 而是真神的帮助 我想如果我们的人生有真神的帮助 就算再大的困难 再大的挑战 我们都能够胜过 都能够跨过 并且我们能够经历 在他里面的胜利成功啊 亲爱的朋友啊 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 如有神助 可是我们要如何才能够 如有神助呢 让我们来听一段 讲道的录音 在那讲道的录音里 就会告诉我们 你的人生要如何 如有神助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相信 我们要相信真的 今天依然一样的 圣经所记载的事情 今天仍然在我们生命中会发生 就是因为保罗知道 很长的时候 我们会掉入这个陷阱 我们以为神迹是过去 所以保罗就说 今天依然在你们中间行神迹 今天圣灵依然充满你们 告诉大家 基督徒还有一个错误的看法 他们除了以为神迹是过去的 我告诉你 有些基督徒以为神迹是将来的 在天上的 可是我问大家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天上需要神迹吗 天上还有病需要医吗 天上你吃东西要用钱买吗 那在天上给你再多的财宝有什么用 在天上给你 给你医治的恩赐又有什么用 所以我告诉你 圣经讲的很清楚 所有的恩赐总有一天会终止的 就是耶稣再来的那一天 当我们到天坛的时候 这些恩赐都不用了 包括我讲到的恩赐也不用了 只剩下一个恩赐 什么恩赐呢 敬拜赞 你要继续敬拜赞 每个人都要敬拜赞 其他的都不用了 各位弟兄姐妹 到了天上之后 你还要听我讲道吗 耶稣都在那里了 你听我讲道做什么 你去找耶稣就好了 所以圣经就讲得很清楚 总有一天这些恩赐都会停的 到天上的时候 耶稣再来的那一天都不需要了 但不是现在停了 现在还有 所以你看基督教徒 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 有些人就以为说 现在没有恩赐了 没有神迹的已经停了 是过去的事 然后有些基督徒就认为说 哇 这些神迹 这些恩赐是将来的事 错了 不只是过去 是今天也要发生 然后将来 就不需要有这些神迹 不需要有这些恩赐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将来你活的国度 就是一个神迹的国度 没有一个人是生病的 没有一个人是残缺的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帅 一样的美 一样的好看 当然那边没有分男的女的了 大家都是主内的兄弟姐妹 又讲没有分男的女的了 又讲兄弟姐妹 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你在那个地方 你可以养的宠物是老虎 因为老虎也不会咬人 狮子也不会咬人 蛇也不会吞人 这就是神要所建立的一个新的世界 新天新地 你在那里有水果吃 不需要用钱买的 其实你那里也不会饿了 有一个新的身体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地方 各位弟兄姐妹 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神迹不是给将来的 也不是单单过去的 神迹是今天依然会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 而且是每一天持续不断都要发生 所以要常常提醒自己 每一天我都要经历神的大能作为 神迹其实在我的身上 每一天 遇到任何的问题都不用担心 立刻来到耶稣的面前 因为在他那里有神迹 所谓的神迹就是 人已经没有办法了 神还是有办法 所以别担心 真的 我有了一位耶稣 我有了这一位耶稣之后 我就发现到 好像我们活在世上 已经没有什么难题了 因为对他来讲 根本没有难题 交给他就好 他总是有办法把你解决的 各位弟兄姐妹 既然圣经讲得很清楚 每一天都有神迹 在我们身上发生 第五节 那次给你们圣灵 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 这里告诉我们说 上帝不只给我们圣灵 而且是持续不断地 把圣灵赐给我们 并且也持续不断地 在我们中间行异能 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神持续不断地 在我们中间行异能 可是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 很多的基督徒 可能包括你跟我在内 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在生活当中 其实 没有这么惨经历神迹 好像神迹都没有每天发生 或者没有常常发生 或者是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有一些基督徒 他们有这种经历 就是刚刚信主的时候 哇 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 我的祷告神都立刻听 而且奇妙的事情发生 信主一段时间之后 好像就越来越少了 所以就有人告诉他说 因为你刚信主的时候 是baby 所以你要什么神都给你 信主一段时间之后 你已经长大成人了 所以上帝在训练你 在考验你 然后呢 你不是一求 神就给你了 你要先达到什么标准 做到什么事情 神才给你 各位弟兄姐妹 是因为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上帝不是很偏心吗 如果我作为一个传道人 我只特别关心新朋友 对旧的朋友不理不睬的话 你们觉得怎么样 不怎么关心旧的朋友的话 各位弟兄姐妹 其实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 保罗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我们继续看 看完这一节 我们就结束了 第五节 那赐给你们圣灵 又在你们中间行义能的 是以你们行律法 是以你们听信福音呢 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 圣灵赐给你 上帝把圣灵赐给你 并且上帝在你中间行神迹 行义能 而且是持续不断的行神迹 是因为你听信福音 就是相信耶稣 还是因为你行律法呢 是什么答案 听信福音 所以保罗在第六节就说 正如亚伯拉罕信上帝 这就算为他的义了 所以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 我们能够经历到神迹 能够每一天都经历到神迹 是因为听信福音 因为耶稣基督 不是因为行律法 从这节经节当中 我想你大概已经抓到 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 刚信主的时候 可以经历到很多的奇妙作为 甚至是神级启示 祷告好像神都立刻听 但信主一段时间之后 却不是这样了 因为我们很多的基督徒 像加拉太人一样 加拉太人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第二节 第一节开始 我读给你们听 无知的加拉太人 今天 如果保罗在我们当中会讲 无知的四五人 耶稣基督钉死之架 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 你们受了圣灵 是因行律法 是因听信福音呢 保罗先问了 然后下面再问一次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你们是这样无知吗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 都是图然的吗 都是图然的吗 难道果真是图然的吗 就是我们刚才看的经节了 那赐给你们圣灵 又在你们中间行义 是因你们行律法呢 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正如亚伯拉罕信上帝 这就算为他的义了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上面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为什么 我们信主 的时候呢 可以经历到很多的神迹 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 你祷告 神都听 可是信主一段时间之后 却不是这样呢 保罗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了 基拉太人犯的错误 就是我们犯的错误 基拉太人犯了什么错误呢 第三节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我再重复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然后第五节 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一人 是因你们行律法 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所以你把这两节放在一起 看的话 你就会明白 保罗的意思是很清楚 当我们听信福音的时候 我们是靠圣灵入门 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是靠圣灵入门 但是 当我们行律法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靠肉身成全 抓到重点了 他的重点其实很简单 当我们甘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会想 耶稣你实在好 你是在爱我 我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带到你的面前 你一定帮助我耶稣 你一定帮助我 我有经济的问题 我也带到你面前 我跟人吵架 我也带到你的面前 我有什么病 我都带到你的面前 耶稣都立刻帮助我 所以耶稣实在好 然后信主一段时间之后 那个带领信主的人 某某某 来来来 过来我们的教会上课一下 上的第一堂课 是什么课 如果是我们信仪会的话 我们第一堂课就是十诫 第一诫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第二诫 第三诫 第四诫 第五诫 第六诫 上完之后呢 还好一点啦 这个还没有太严重啦 就是让你知道这些 律法诫命啦 然后接着呢 过了一段时间 再去上另外一堂课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会生病吗 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这么贫穷吗 来来来 我们来看 生命记第28章 OK 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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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给大家看一下 生命记第28章 让大家有更加 更加清楚的概念 第15节开始 哇 你若不听从耶华 你上帝的话 不谨守他一切的诫命利利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这以下的咒诅就被拘续着你 领到你的身上 你在城里必受咒诅 在田街也必受咒诅 你的宽纸和你的转面盆都必受咒诅 我读不完啦 因为有很多节 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 以及牛犊 羔羊都必受咒诅 你处也受咒诅 鹿也受咒诅 大王 我告诉你 你只有一句话 你远受咒诅 所以结果你在想 哎哟对了 我生病是因为我受咒诅 哎哟 这样我 这样我 这样我这么会犯罪 算了啦 我就是一定一直生病的 我又不能求上帝医治我 然后上帝不一定医治我啦 因为我真的很多罪嘛 然后哎哟 我经济面对困难 我告诉大家啦 经济面对困难通常都是 很常都是我们 做了错误的决定 对吗 我们就在想 做了错误的决定 也是我活该嘛 哎哟 上帝 一定是上帝惩罚我了 所以我的经济越来越困难了 所以又不敢找上帝帮忙你 结果到了最后 到了最后 你就发现 怎么我的祷告 上帝越来越不听了 怎么我越来越不会经历到医治了 怎么我越来越不会经历到丰盛了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就出在这里 接下来太书第三章第几节 告诉我们什么呢 第十节 第三章第十节 你看 所以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你是靠圣灵入门 靠信耶稣入门 现在要靠肉圣去守律法 可以 结果是什么呢 咒诅 结果就是咒诅 因为律法之下真的是有咒诅 律法很清楚地告诉你 你做得到100% 我所有的祝福给你 你没有做到100% 就算99.9% 我所有的咒诅都给你 所以保罗说 如果你要选择守律法 可以 问题是谁能够守到100% 就算你守到99.9% 也是 咒诅 所以我告诉你 最离谱的教导 就是告诉你说 你律法守到多少 神就祝福你多少 这是人的教导 不是神的教导 神的教导是很严厉的 没有所谓的妥协 你要守律法 可以 100% 没有做到100% 就是咒诅 只有做到100% 才是祝福 这就是神的标准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像我们这样子传讲律法的人 才是真正尊重律法的人 那些告诉你说 可以做到多少 神就祝福你多少 那些人是践踏律法的人 因为律法真的很清楚 告诉你说 刚才我们看得很清楚了 前面我们没有看 前面28章1节就讲到 你做到这些上帝 所吩咐的一切事 下面的祝福就领到你 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 下面的咒诅就领到你 这就是律法 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你 这就是律法 所以保罗就说得很清楚 凡以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 我们信主的时候 哇 一下子经历遗致 哇 一下子经历 神的供应 哇 一下子我的祷告 神就停 哇 一下子就经历到神 大能都作为 哇 耶稣实在好 信主一段时间之后 怎么上帝你没有帮助我呢 怎么你上帝还不要 出手帮助我呢 因为我们开始相信 要靠律法 我们开始相信说 你没有做到实践 神就不祝福你 问题是 有谁做到实践呢 你真的有做到吗 我告诉你 法利赛人很骄傲说 我有做到实践 但是耶稣只是一篇讲 把所有的法利赛人 都打倒在地上 耶稣说什么呢 有古话说 其实就是实践 实践说什么呢 不可杀人 但是耶稣说什么呢 只要你心里面恨一个人 你就是等于杀人 各位弟兄姐妹 以耶稣的标准 你有守到实践吗 我没有 我曾经恨过了 虽然现在没有了 实践告诉你说 不可犯经 耶稣说 凡对富人 动一念的 就是犯经了 请问在座的弟兄 你敢说 你没有犯实践吗 全部弟兄静静的 不肯讲话了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真的 没有人能够做到律法 这是为什么耶稣要来 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 就不一样 你看 下面怎么讲呢 第 十二节 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数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者 凡挂在木头上的 都是被咒诅的 三章十四节 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班人 使我们因信得着 所应许的胜利 所以保罗就讲得很清楚 神给你另外一条路 就是相信耶稣 只要你相信耶稣 你就不会在律法的咒诅之下 因为耶稣已经代替你 接受咒诅 所以就可以把你 从咒诅之下救出来 不只救出来 还把你放进去 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 亚伯拉罕是在律法之前的 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 因着相信耶稣基督 你就在祝福里面了 所以保罗说 两条路给你舍 一条路 去守律法吧 一条路 去相信耶稣吧 各位弟兄姐妹 我还要很诚实地告诉大家 你的传道 要选择 简单的就是相信耶稣 如果你要选择律法的话 我祝福你吧 但是我敢跟你保证 行不同 因为我是过来了 行不同 所以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 当时候的加拉太教会 的信徒们 也是面对失误的信徒们 同样的问题 就是有人告诉他们说 信耶稣不够 你要加上这个 加上律法 加上这个世界 加上什么什么 他们说信耶稣不够 你要加上守节旗 守逾越节 守什么 甚至更严重的话 你要加上割礼 你会不会觉得 这些教导 你都觉得很熟悉 过去在事物 不是过去 现在在事物 我想你都有听过 这样的教导 你要得到祝福 你先要守好这些诫命 对吗 你要这些律法都要守到 你才会得到祝福 很多啦 除了我们最熟悉的 十分之一 出俗国子 单信之物等等 还有很多别的啦 不止单单这个 如果你去上这些课程 他们会列出来给你 如果你要得到祝福的话呢 你要得到祝福的话呢 你就要做到这一切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我并不是 我一直很常讲掉 我并不是告诉大家 我们不要有好的行为 也不是告诉大家 我们不要奉献 我只是跟大家说 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 我们有好的行为 是因为我们生命得到改变 不是为了用好的行为 去得到上帝的祝福 我们能够奉献是因为 上帝先祝福我们 我们才能够奉献 不是因为我奉献之后 上帝才祝福我 明白吗 你要持续不要搞乱 既然上帝这么祝福我 我就该更加尽我所能的去奉献 因为上帝这么恩待我 和祝福我 所以呢 这个教导你 你真的有听过的 他们会告诉你说 你要做了这些 才会祝福 你们会有生病 会贫穿 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做到 这些律法的要求 我想如果你们去上一些课程 你们应该有听过了 然后接着更严重的呢 现在已经有好一些教会开始了 你要守逾越节 守祝盆节 你要守了 上帝才祝福你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守逾越节 是为了高军耶稣 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我可以接受 如果你守祝盆节 是讲到 耶稣住在我们当中 远远跟我们在一起 我也觉得没问题 可是他们守这些 逾越节 祝盆节的目的是 他们相信只有这样 才能够得到祝福 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所以下次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要得救 要受隔离 你也不用觉得奇怪 可能开始有人要推动 我们基督徒都要受隔离了 这些保罗都说了 所以保罗那时候就讲得很清楚 保罗就讲得很清楚 不是在乎这些节气 也不能靠着守律法 得到上帝的祝福 也不是借着隔离 你才会得救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这也是我们 所面对的问题 你真的听过很多人教导 他会告诉你说 信耶稣不一定会得到祝福 信耶稣不一定会得救 你要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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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算是得胜者 才算你才会得救 这些教导都是错的 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弟兄胜过他 是因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 就是耶稣的宝血和耶稣本身 我们能够成为得胜者 是因为耶稣的宝血和耶稣本身 所以只因为耶稣 而今天我们看的这节经节也很清楚 今天如果你要上帝继续在你中间行义呢 你要每一天继续被圣灵充满 单单相信耶稣 记住 单单相信耶稣 不要有任何律法的想法 不要再有任何 你觉得你要做了什么神才祝福你 神才帮助你的想法 不要 只要单单来到他的面前 他就一定帮助你 就算那个问题是你自己搞出来的 你可以来到他面前 他也一定帮助你 而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改变你 让你更加的不一样 你的上帝他一定帮助你的 而且是没有条件的 亲爱的朋友啊 从刚才的讲道录音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一件事情 如果您的人生要如有神助 而且是真神的帮助 那么您只有一个选择 您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单单相信耶稣基督 当您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您就进入真神上帝 为你预备永远和丰盛的祝福里面 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都要经历他奇妙的作为 神迹般的作为 亲爱的朋友啊 还等什么呢 快来相信耶稣基督 快来跟我一起祷告 跟我一句一句的说 亲爱的主耶稣 我要相信你 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我要一生 跟随你 天父谢谢你 因为耶稣基督 您一定帮助我 无条件的 帮助我 奉耶稣基督 名祷告 阿们 亲爱的朋友啊 从现在开始 不管你面对 什么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困难 单单相信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 他一定帮助你 天父上帝 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他一定 无条件的 帮助你 您的人生就要 如有神助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